大家好,我是瑞森,瑞森老哥 我相信瑞森今天介绍的海尔理论能够带给你答案 传说地球上有三个地方 物种进化的速度是其他地方的100倍 因为那里存在着一种叫做海尔的地形物质 这种物质不仅加速着生物的进化 还控制着整个地球的板块结构 它能像上帝一样 用前五天创造山海世界 然后再用第六天创造万物生灵 你可能不相信 但这个看似荒谬的理论 如今已经变成了主流假说 一切太夸张了吧 确定这个海尔物质不是来自外星人的实验产物吗 为什么人能成为人 为什么说地震很快就能被精准预测 地球上最神秘的两大物质 水和石油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看似荒谬的海尔理论 竟然都可以完美地解释和预言 一,什么是真正的火山 海尔物质来自地心,来自火山 但这个火山并不是我们理解中的火山 四万年强的坎皮肤来个瑞火山喷发 释放了680立方公里的岩浆 这可能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和制人的崛起 7.5万年前的多巴巨灾 那座位于苏门达腊岛上长100公里 宽30公里的巨型火山口 曾经让人类差点灭绝 喷发物体积高达5300立方公里 让全世界人口仅剩下一千人 酸雨整整下了十年 非常的可怕 但是它是真正的火山吗 很遗憾,还不够大 还无法从地心带来海尔熔岩 所以史前的火山究竟有多恐怖 这背后大概隐藏着一个 关于恐龙灭绝的真相故事 恐龙真的是被6500万年前的那颗陨石 一击带走的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真相可能是恐龙们遭遇了天地双结 陨石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真正让恐龙们绝望的 其实是一场持续喷发了三万年的火山 如果按照喷发体积来计算 那么它将是难以置信的100万立方公里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史前地结 按理说 不应该在地球上留下一个超级巨大的火山口吗 是的 科学家们指着整个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说 这就是那个火山口 你看到了吗 半个印度都是层层叠叠上千米厚的暗色岩石 这意味着 这些暗色岩石覆盖的区域 都是当年的火山口 那么 为什么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呢 板块漂移理论只告诉你 这是印度次大陆一头撞上来的结果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事实上 印度板块是在高速移动 而它之所以能如此高速移动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巨大的火山口 给它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这次爆发 史称德干暗色岩事件 发生在6500万年前 整整折磨了恐龙三万年 无数的火山灰 有毒气体 及各种炙热的熔岩石 全部被抛到大气层中 半个地球开始下泥雨 恐龙们就在这种寒冬和地狱中 苦苦煎熬了三万年 最终 那颗陨石来了 其实算得上是给它们一个痛快吧 这个故事是不是听上去无比的夸张 什么火山能喷三万年 难道是大地川的地心熔岩直接喷出来了 没错 就是大地深处的地心熔岩直接喷出来了 这才是真正的火山 也才能为地表带来真正的地心物质 海尔熔岩 二 生灵如何创造 两年前的汤家海底火山爆发 这是近30年来 人类经历过最大的火山喷发 太空中升起了雨状烟柱 蘑菇云顶端的直径达到了500公里 火山灰被抛到了28公里高的平流层中 并足足绕了地球三圈 30年来最大的喷发 对我们这一代拥有互联网的人来说 就已经是肉眼可见的灾难了 而对于地球来说呢 它已经46亿岁 这不过是又爆了一颗粉刺而已 所以这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看清海尔理论的视角 这是一个地球尺度的理论 把地球抛开 我们脚下的大地 看似坚硬的岩石 地壳平均厚度17公里 苏联当年钻孔也才钻了12公里 并没有钻透地壳 我们都以为地壳很厚很硬很坚固 但事实上地壳只是一大桶牛奶上的奶皮而已 对于地球内部的力量来说 它一碰就破 一摔就碎 这种奶皮错位造成的熔岩湖火山 也就是我们前面聊过的那些人类火灾 真正的火山 我们暂且称它为第二火山 它是真正来自地心的宏伟力量 在海尔理论当中 它被叫做超级地曼珠 想象一下地球这桶牛奶地心持续加热 那是否就有一股又一股的热量 不停地往上涌呢 虽然火候控制上 这些涌上来的热量 恰好被控制在不冲破地壳的程度 但46亿年来 地球的火候一直控制得如此精准吗 显然 自然或者说地球本身并不会这么单调 如果天天只是炖奶玩 那它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于是 很多火候不均匀的情况就出现了 一股热量直接捅破了地壳 它将给世界带来毁天觅地的灾变 想象一下 当超级地曼珠来到地表 它将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不对 这里怎么是大海 于是源源不断的熔岩在海底冷却 这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大洋中极和海底黑烟囱 然后孩儿理论在这里 就突然意外地能解释生命的起源 灌入海水中的地心熔岩 形成了无数充满缝隙的火山岩 这些缝隙就像是最原始的细胞囊炮一样 保护着各种来自地心的有机物浅体 接着这些浅体在热夜的催化中不停地碰撞反应 反应了上亿年之后 终于催生出了最早的细胞 更进一步 当第一个细胞离开火山岩缝隙进入大海的时候 地球上的生命从此诞生了 超级地曼珠冒头后的第二种情况 地心熔岩直接来到了地表 那会是什么情况 其实这当中又有大中小三种情况 最小最温和的情况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冰岛 为什么冰岛火山一喷可以喷几十年 这正是因为冰岛就是露出海面的大洋终极啊 它的熔岩来自地心 正在温和的源源不断地喷发 然后最大最可怕的情况 这就是毁灭盟的那场三万年地火只当暗射岩事件 最后还有一种中等情况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情况 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叫做东非大猎谷 东非大猎谷上的每一座山理论上都是火山 它们脚下正是一个如今依旧活跃的超级地曼珠 地心熔岩正在这里源源不断地冒出地表 它正在推动着东非从非洲大陆上分裂 形成一块新大陆 海尔熔岩理论还更进一步解释了物种的进化可能 达尔文的渐变说进化论确实有其局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另一种理论 灾变论 灾变论认为物种在巨大的灾变后自然形成 而进化论则强调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循序渐进的产生 为什么东非有如此丰富的生物物种 为什么达尔文当年构思出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地点是在加拉帕哥斯群岛 因为这两个地方恰好是正在发生板块分离 拥有大量海尔熔岩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生物进化速度本来就比其他地方要快一百倍 所以更容易观察 如今世界上还有第三个非素进化的地带 即美国的死亡谷 这其实是加州板块正在从北美大陆上分离的一个断点 也拥有非常丰富的海尔熔岩 另外通过研究古生物的化石证据 我们现在可以很自信地说 生物进化分为基干进化和冠群进化两种 基干进化几乎都发生在远古大陆板块分离 海尔熔岩产生的时候 高辐射让新的物种得以产生 在进化树上形成一根新的树精 而冠群进化大多发生在两个板块碰撞以后 两边的物种互相杂交产生新物种 这种进化就像树冠上分叉的小枝一样 因此被称为冠群进化 整个进化过程竟然也能对应到地质活动的周期 是不是很神奇 原来创造物种塑造地球的上帝就是地球本身 超级地曼柱就是地球的画笔和双手 海尔熔岩则是它的颜料和橡皮擦 它能把你画到画布上 也就能轻易地把你擦掉 它并不在乎 但话说回来 再开一个脑洞 地心会不会真的住着某种更高的智慧呢 其实地球也只是一台电脑 一台正在运行的游戏 而背后操控游戏 操控电脑的那个地心智慧 才是真正的上帝 海尔理论除了解释火山板块和生物进化以外 它竟然还可以帮我们揭示更宏大的地球奥秘 神秘的地磁场从何而来 为什么地球历史上磁场还会突然反转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种科学理论能够完美地解释地球磁场之谜 然而在海尔理论中 超级地磁柱的存在似乎可以完美地解释这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张图 这是科学家们测绘出来的如今地球两大超级地磁柱的结构 大的那个在南太平洋 另一个小一点的就是东非大裂谷 此外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地磁柱 分别对应着美国加州 大洋中极 冰岛等地 另外图中蓝色的区域代表着冷区 也就是地漫柱涌上来以后 并没有冲破地壳 又回流回地心重新被加热的回流点 而图中最大的那一个回流区 就是青藏高原 两股最大的熔岩 从南太平洋和东非涌出 最后在青藏高原下面回流到地心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发电机 一股股熔岩不停地回流 而这些熔岩又是拥有磁性的 所以这股磁流的旋转 就给我们地球套上了一个强大的磁场 当然 这背后还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地球发电机理论 大家可以把海尔理论 理解为这个发电机理论的一部分 它描述了熔岩的回流 如何与地磁场相互作用 并通过复杂的计算 最终得出与观测数据一致的地磁场模型 地磁场为什么会突然反转 这背后其实存在着一大一小两种情况 大的情况就是 地球中的那几根超级地慢柱的回流发生改变 这简直是天地再造级别的毁灭 这对于我们这些地壳上连细菌都不散的物种来说 简直是太可怕了 这就是地球重启 地图重汇了 而另一种小一点的情况 则是某一股小的回流改变 这种情况还好 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 似乎影响并不大 5.水油从何而来 为什么它不会是地球本身自带的东西呢 因为在以往的观念中认为 地球形成之初的七亿年 曾经是一颗火球 这种环境中水会全部蒸发掉 而且地球体内本来就有氢和氧两种元素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 它们在地慢的小火慢炖中就变成了水 然后这些水其实和地表就没什么关系了 地表哪怕寸草不生 这些氢氧之水也能在小火慢炖中一点点回流循环 当地表好斩以后 它们再被火山口地慢柱带到地表 凝结成液态的水 就在2010年 专家们在澳大利亚 发现的明古咒40多亿年前的 告石重新测量研究 竟然真的证实了超级地慢柱的猜想 它在40多亿年前就存在了 当时已经有了地慢的活动 被塑造成了一个充满液态水的星球 既然水之谜可以用这种思路来破解 那另一个神秘物质石油 会不会也是地球内部的另一种水呢 超级地慢柱的小火慢炖 是否可以自发塑造和塑料类似的石油 真相会是这样吗 目前还有待继续研究 六 预言是否可信 最近几年 环太平洋板块的活动 似乎越来越频繁 每一次地震 火山的喷发 都牵动着人们的心弦 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假说和理论 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 便是超级地慢柱的存在 极其可能的影响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它们脚下的那根超级地慢柱 正在蓄力 准备释放巨大的能量呢 环太平洋板块 作为地球上最活跃的地震带之一 其频繁的地震活动 确实让人不禁联想到 超级地慢柱的可能作用 如果环太平洋板块下的 超级地慢柱真的在蓄力 那么它一旦爆发 后果将不堪设想 想象一下几百万立方公里的熔岩 喷上地表 那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熔岩所到之处 一切生命都将化为灰烬 地球的气候也将发生巨变 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可能面临崩溃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 这种灾难性的后果 只是一种可能性 往好的方面想 也许超级地慢柱的爆发 只是地壳的一次剧烈运动 它可能会改变地球的地形地貌 但并不会对生命造成太大的威胁 而且地火带来的能源 稀土和电力等资源 或许会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 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探索新能源 和高科技领域的国家来说 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这个背景下 归基生命 AI人工智能的崛起 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地球真的面临一次大灾难 那么人类或许无法独自应对 但有了AI的帮助 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预测 和应对这些灾害 减少损失并保护生命 同时 AI也可以利用地火带来的资源 进行能源开发和科学研究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 提供新的动力 突然发现 黑客帝国不是科幻片 而是预言片 在没有太阳的末世当中 AI崛起了 但也有一个名叫尼奥的人类 崛起了 最终谁能在这次巨变中 笑到最后呢 其实我们的祖先 当年和恐龙比拼 已经给我们演示过一遍 但愿这次地球还眷恋我们 地球历史上 不同生物种群 轻衰更迭 展示了自然界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 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一种 在经历了数亿年的进化后 成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 面对这样的挑战 人类需要思考如何与地球和谐共存 并探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同时 随着科技的进步 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类也在寻找新的方法和技术 来适应和改变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 通过今天这场关于人类未来的讨论 瑞森觉得 我们要更加珍视与地球的共生关系 积极探索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新途径 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瑞森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